好 边境解封好多人安排出国 而且光是自己身边 飞往日本旅游的朋友更是不少 台中有两家饭店 看准了这一波风日潮 推出日本美食节活动 两家饭店都在台湾大道上 一家buffet 午餐 晚餐 推出近百道经典日式风味料理 像是有首次推出的和牛汉堡牌 另外还有日式寿司区 以及和风制面区 各种口味拉面提供给消费者选择 不只吃的 饭店在整体的氛围 更打造了三处自拍打卡区 像是有日式鸟居 油脂散墙跟和风灯笼墙 甚至免费提供多套亲子和服 寓衣和拍照道具 让民众来自拍使用 还有一大片的扭蛋机墙 打造的就是沉浸式体验 就是可以来吃叶山和服 然后来吃饭也有蛮多日本的造车料理 另外一家饭店自住餐厅 则是六月底前 有日本美食节活动 推出天妇罗炸虾 糖心蛋乌龙面 北海道海鲜石售锅等日式风味料理 三人同行 一人免费 而在四月十号到十三号 还有快闪优惠活动 幸运日限量一百名 两人同行 午餐或晚餐满一送一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响应资讯 镜头交换棚内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